来到这节的气象时间 我们先带您到绿岛这边来看一下这里的画面 这边的长浪是来得非常的松某 那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那其实在绿岛 蓝雨 澎湖都有11级的强震风 也因此台东线府中午的时候就宣布 蓝雨下午1点过后要停止上班上课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资讯 那也是因为这个暴风圈正式进入了巴士海峡 还有台湾的东南部海面 所以风浪就增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交通部航港局就通报了 一共是有6个航线 25个航次都是停航的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们 台风期间不要前往离岛来旅游 尤其是马娃到了今天晚上 到明天是最接近台湾的 那么在横圈半岛的沿海 更有观测到4.5公尺的浪高 所以肯管处他们就陆续封闭了 有6个地方的沙滩帮您整理一下 包括有这个白沙南湾大湾渔村公园 真的要呼吁大家不要太靠近 避免发生危险 好那究竟现在马娃到底走到哪里了呢 台风中心在鹅兰比的这个东南东的海面 向着北北溪方向移动 中心的风速是每小时40公尺 预期还会再放慢一些些 可以看到说这个7级的暴风半径 依旧是维持在300公尺 所以专家就预估说 以台风的动态来说 北转的几率比较高 再加上杂带的这个外围环流 是会带来间歇性的风雨 尤其是在山区容易发生大雨或是土石流 空旷的地区也是有强风的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马娃台风呢 恐怕要等到周五的时候 才会逐步远离 好那关心完雨量的部分 温度方面 今天台湾可以说是东西两个不同的世界 天气是大不相同的 在出门 中午出门买饭的时候 外面是艳阳高照 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沉降作用影响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有高温特报 像是在台南的柳营 金门、金城镇 还有高雄的内温区 都有观测到35度的高温 可是到了下半天 北部东北部地区会开始出现震雨 那明天就是整天降雨最明显的一天 在北部地区的降雨范围明显增扎了 那到了明晚 在宜兰北部山区 可能都会有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的情形 提醒大家留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